孕妇怀孕期间往往对努力做人兴致缺缺 好不容易趁当孩子出生开始哺乳 照顾小孩的手忙脚乱汗疲累 却更让黑朽这档事提不起劲 最后终于等到梁晨及时刑防 而且自认有奶水应该就不会轻易怀孕时 第二胎就冷不防的来报到了 很多孕妇都觉得这个MC没有来不会怀孕 其实事实上如果你的喂奶的量是在500到800cc以下 其实你是会规则排卵的 根据统计20岁到49岁已婚妇女 有超过6成都是有计划性的生第一胎 但是如果怀孕间隔太短 产妇来不及调养身体 容易造成骨盆松弛 下一胎就很可能出现体重过轻或是早产意外 此外产后妇女药哺乳 不适合吃避孕药 但是面对黑朽这档事 却有心肌肌肌 进退两难 长孝型的子宫内投药系统 它比较不容易忘记 因为我们短孝的 不管是避孕药 避孕铁片或是避孕环 都是需要每天 或者是每周 或者是每个月要换一次 新型子宫内投药系统 避孕效果长达三年 而且因为体积小 只局部作用在子宫内 副作用也很低 新时代的女性想避孕 不用再靠属避孕药 算安全期而步步心肌 从此灵活避孕好自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